大家好我是彭教徒 过两天就是元宵节了 今天打算分享一下泉州传统小吃元宵园 米南化酵酒软银 主要用到的就是花生和黑芝麻 首先我们先来烤花生 准备大概一斤 再烤盘下 如果家里面没有烤箱 可以直接用锅炒 只要给它炒熟就可以了 烤箱提前应用上下锅170度烤15分钟 接着我们炒一下黑芝麻 朋友们炒黑芝麻最好是用铁锅炒 不要用不脏锅 很容易伤锅 而且一定要是最小火 不然很容易浮掉 这是小火炒了4分钟的状态 像这样有披露啪啦的声音 而且闻到芝麻香味就可以关火了 先盛出来稍微放凉 准备130克红葱头7圈 如果买不到这种红葱头的 也可以用那种小葱的葱白代替 锅里面加入一大勺猪油 全州这边的传统做法就是用猪油搭配红葱头的 会特别的香 如果没有这种猪油的话 就还是用食用油也可以 熬化锅后加入红葱头 中小火慢炸 小葱头 可以们看一下 像这样炸着金黄色就可以了 高火 把猪油跟红葱头分开 再把它们稍微放凉 把烤好的花生米给它剥掉外面 可以们要等它不放水的时候会脱 把花生米直接加入到特别均匀 然后点加几下保留颗粒感 接着我们点灶一下黑芝麻 直接倒入到花生碎里面 发现盆有点小 我们换一个大一点的 加入200克白糖 加入一半的葱渣 这个不需要加太多 接着少量多次的倒入猪油 朋友们这个猪油一下子不要倒太多 最好是分次的到 主要就是要看状态最后的 放匀过后你最后摸起来 感觉明显就是表面有一点湿湿的 这样子用手这样一捏 感觉能简单成型就可以了 我们的这个猪油都没有加完 朋友们这个工具是专门做元宵园的 之前我老公在网上买的 感觉还挺好用的 如果是家里面没有的话 那就只能做那种汤圆了 因为汤圆跟元宵园不一样 汤圆是要做糯米皮的 这种元宵园是不需要皮的 直接拿来滚的 示范给朋友们看一下 加油一勺 给这个口子齐平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然后这边有一个凹槽 就朝这边 用盆子盆两下 像这样就出来了 火炸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元宵园跟汤圆的区别 其实他们的做法都不一样 这个是最后一个 准备大一点的盆 倒入一些糯米粉 准备一个漏勺 我们现在开始滚 把香料先过一遍水 然后倒入到糯米粉里面 然后一直要重复过水 然后再加入面粉 再过水再加入面粉 大概要七八次 这样子这个表皮才会够厚 重复到第三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越来越大 米南话叫格 就是越格越短 这种就是柴园滚滚的意思 朋友们看一下 这是滚了八九次的样子 就是明显馅料就是大好几倍就可以了 我先把我四川老妈的给它打包起来 给它寄过去尝一下 因为这种元宵园主要就是代表就是团圆 想来给它尝一下 煮元宵园一定要开雪入锅 大火煮开过后再加一次冷水 再给它烧开 这样等一下它那个皮吃起来才会软弱Q弹 再次烧开过后转中小火煮 煮到半透明状 煮着这样全部都可以飘起就可以了 关火 每个碗里面加一个洗净的红枣 妈妈 元宵节是每一天都要吃汤圆吗 元宵节当天要吃汤圆 汤圆像雨溜溜一样 像篮球和那样的厨球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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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小 对 不然地道身上到处都吃 还没 对还没 真棒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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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